经过一连串的喊话谈判 预定在新加坡召开的美朝峰会终于敲定 正当双方如火如荼的准备这一场世纪穿津会时 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住宿费用该由谁来买单 却成为目前最让各界伤脑筋的问题 华盛顿邮报报导朝鲜方面的人员表示 希望金正恩能下榻在近新加坡河口的五星级富利敦酒店 那里的总统套房一碗要价6000美元 但朝鲜目前正受到国际严厉的制裁 经济相当疲弱 平壤当局因此要求金正恩跟代表团的饭店住宿费 应该要由另外一个国家来买单 报导引述两名熟悉会谈的人士指出 美国对于买单没有意见 但顾虑到朝鲜会把美国直接付钱的举动认定是一种侮辱 正考虑请川金会的主办国新加坡来为这一笔费用掏腰包 而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在被问到相关问题时也表示 新加坡身为地主国愿意支付高峰会的部分费用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朝鲜要求外国买单 在2月的时候韩国举行平昌冬奥 韩国政府支出260万美元来补助朝鲜啦啦队 艺术团跟访式团体的旅费 甚至在更早2014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博 前往朝鲜救人职 朝鲜招待12道佳肴的韩式料理 之后竟然也要美国自掏腰包 而这一次川金会隆重登场 费用问题也将成为双方谈判角力的议题之一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